好 请按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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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阿弥陀 这是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个晚上 跟大家讲 明天 就是最后一天打回向 我之前火气也常讲 你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 能用功的从现在开始 还不到二十四小时 就完了 那剩下一天 你有什么样准备 不容易 其实也看到 我前面不是讲吗 想都不容易 何况真的 最后一天 有时候比较麻烦的是 是最后一天 但你不知道是最后一天 之前那个谁 有时候想做最后叮咛 时间都来不及 有时候是来得及 有时候就是因缘 看缘分 所以因为过去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一旦 有机会就尽量把握 把握就是说 给即将面临灵终的人 给最后的提醒 但有时候没办法 有时候即便你有心 缘挡住 就是那个 那个缘就是没办法 你就算想要跟他谈 都不一定有机会 那有时候是因缘比较深的 我们还来得及 最后的提醒 那个就缘分有了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就算 你很有心 想最后跟他提醒 也来不及 所以 这问题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 哪个是最后一天 所以才会想 教大家 事事做好准备 那我们就姑且知道 我们明天是最后一天 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念我 不睡觉 你认为应该怎么念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现在 我就是要举这个例子 因为是我跟你讲 明天是你最后一天 你现在应该怎么样 这里面有很多调诡的东西 如果佛跟你讲 明天是最后一天 你会怎么想 很欢喜 是不是 我跟你讲 你就不欢喜 所以佛说的你会欢喜 因为佛会来接应你 我不会来接应你 对不对 就插在这里 很惭愧 但我 你明天 不知道明天 但你有总有一天会死 那其实意义差不多 我没办法精准说 你哪时候死 但我知道你早晚要死 差不多一一样 还有 刚才讲 阿弥陀佛说来接应你 你就放心 对不对 正确的 但你要知道 这里面有一个调诡的地方 你本来不想去 是因为佛跟你说了 你才甘心 不是 我会跟你说 如果佛会跟你说 是你也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我跟你说 因为因缘俱处了 不是我跟你说 你说真的 那我这样我愿意去 原来你 阿弥陀佛说 我以为你要去 我看错了 这一个要去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明天我不来接 我接另外一个 那这样我也不去 其实我要讲的是 因为当我们讲说 活事现出来的时候 你会想去 我前面不是讲 是因为你准备好了 活就事现出来 你想去 所以我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 我不是举那个玩笑 就是活说 我没有要接你 你银眼味道 你说这样 我不能去吗 不能来 你资格不够 好吧 所以活就说 其实我刚才是测你的 你怎么样 随便 所以我 本来是要准备接你 但我要做最后测试 我就跟你讲 我不接你 你就真的说 好吧 那我就等下次了 我不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 如果你很苦 你绝对不会 所以佛陀说 下次 你就说 不要 要这一次 换句话 就是说 有佛没佛 我就是要离开 我的意思就是说 把那种希望 寄托在别人身上的 这一点本来就是 佛四十八元 但我希望你能对佛 四十八元 深深地信守 也就是说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 这已经 我会接引 是他的事 因为他发了愿 要不要去 是因为很苦 要不要去净土 是因为我发菩提心 我的往生 不能老是靠别人 我的往生 是因为 透过我的智慧的抉择 你这样的心 更符合佛接引的因缘 是不是 我因为觉得这里很苦 所以我决心 要往生 所以我是因为 具有这样的 很实在的认知 所以我这一份 很真实的心 才感应 所以我坚信 我就这样奉行 最主要是 我其实早就想要寻求解脱 只是我不知道路在哪里 末法又是这么样的烦恼深重 自己根性又差 有知道这种无止境的苦 但不知道路在哪里 所以一知道之后 就坚持一直追寻 那这个中间就不再 有任何妥协了 就是一心不乱 就坚持 所以我一直希望 把这个力量 就是说属于你自己本身 因为我们太多学佛的人 都是一直仰赖 活的愿力 这一块本来也就是一个 诸道因缘 但因为在仰赖的时候 却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说你明天要走了 因为我们提起不知道 明天会不会走 其实在你来讲 是天天随时面临的是无常 我随时做好准备 我毫无恶心 只有求生尽头 因为你唯有这个心 随时来随时走 也因为这样的心 活才来接应 因为这是经典的条件 你即便你很恶 但你最后一念 是完全归命的 一念往生 所以 我就说 我们不是之前念那个 重苦之人 莫回 万言之拓 不隐 就是你早 你早有这样的认知 所有世间 任何可爱之境 我绝不接受 再苦 也不能动摇 我往生的意愿 是这样的决心 所以其实 要往生的人 是有一种 非常 不管你是老太太 还是什么 都是因为 他其实 素质有这个善根 才能做出 这么样坚决的决定 是吧 好 那也 今天第六天 你们觉得给自己打几分 是不是 因为当然这个很难打 你看隔壁 隔壁帮你打比较清楚 他哪有几分 这比较清楚 我一百分 大家 怎么有那么无知的人 自己打一百分 你都不知道 你带给人家多少苦恼 像你这种人 很多人都会祝恋 祝恋你往生 因为你再不往生 大家实在是受不了 所以当你 一定把他祝恋去 因为太可怕 他 开玩笑了 这样问题就是说 我其实要问的就是 道理也学了 我其实要讲的 不是进入一种幻想 就像我中午跟大家提的 你应该在你现实当中去检验 你的身心是不是柔软 应该从这里看 所以有时候我 如果在一个不经意上 有些念头起来 或是有些习信 有时候会觉得是 哎呀 这样的一个烦恼心 是不是也是生死根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光是迷在 我一直跟大家 不是迷在一个火号里头 而是这个火号 的确净化我的心 唯有它真正净化你的心 你慢慢升起 对世间的厌离 对自己这一份 武浊 能厌离 你才会改变你的身心 所以我就讲说 我们念火那么久了 如果不只是七天 是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 问刚才我讲的 那你的成绩在哪里 而这个成绩 必须要从 你能不能真的厌离 而这个厌离 应该在你身心的 亲不亲近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讲说 一个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 念火行者 应该他会看到 越来越像个菩萨 我第一期不是跟大家讲 应该第一期吧 也就是说 我们在念火念久了以后 你会感觉 你的身心 有点越来越趋近 净土的人 该有的气氛 你应该慢慢 不像娑婆中的人 简单来讲 你应该是 转变气质的人 而不是 随着我们的年纪 随着我们的阴言 我们还是凡复一个 习性没改 称心 慢心 贪心 这完全是娑婆 这完全是娑婆 所以我就讲说 你说你厌离娑婆 没有啊 都在娑婆 没厌离啊 你的整个身心习性 是娑婆 是娑婆像 不是净土像 你很难想象 你身上会放光 我之前不是讲课 有讲说 你有时候可以想想 你坐着是莲花 但有的人 他身心很清静 他在观自己 坐莲花很自然 有的人讲说 哪有可能 我那么重 一坐就扁了 当然我 以你这个样子 看他 当然会扁 因为身心出重 那个我 很重 有些观想 是一种自己想象 有些观想 是你内在 有相应的一些德 所以包括 你在观想 净土的像 不是用逼出来 就是不是想象力 丰富出来的 真正的观想 是有内在的德 跟它相应的 所以当你 如果存想象 你不会感动 可是如果你 用很真实的心 去观出来的东西 你会感动 会这样 所以我要讲说 你枷锁 是不是已经放开了 因为明天 阿弥陀佛 即将来接应你 你不要 伸手接应你的时候 阿弥陀佛 你等一下 那个链子 我还没打开 我另外一脚 还绑着 你稍等一下 因为钥匙 不知道丢到哪里 你稍等一下 阿弥陀佛 就站在空中 一直等你 你就等一下 不知道 为什么 我的钥匙 丢到哪里去 我就为了打开它 因为早应该准备好 人家伙头 一只十只跟你讲 我明天几点来接 你早应该 把链子打开的 对不对 结果等我来了 你再瞎忙 忙到最后 钥匙放哪里 不知道 叫伙头一直 站在空中 你到底哪时候 才好 当然伙头 大概不会这样等 因为它是 你准备好才来 你那个链子 没打开了 它也不会来 所以我其实简单一句话 你有没有做好 随时准备 有没有 有随时 随时 都准备好 都是欢喜的 能不能做好这一点 或者的话 其实六天了 我们当然一般讲说 我下次佛期 我相信能更好 对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下次佛期 对 下次下次 我还是 最近那个 常在念 明日护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身待明日 万事成仇佗 对 这次没成 下次再来一次 如果要用这种散乱心 你再一百次 佛期都没用 你没有改变 你不用真的改变 其实你应该用这种高标准来看 其实它不是一种英雄主义 我想想得非常美好 其实一条修行路 是一种刀刀见血 我觉得 因为它要修忍辱 它必须要很诚恳地 面对自己的烦恼 它必须要保持这种绝招 随时地把那个火号念到心里头 去对峙烦恼 它应该这样 好 我们开始 我们先这样两行两行这样好了 因为有些道理也提过了 但我们现在就是 让大家 从前面我们一路上再解释 其实是要让这个寄宋的意涵 让大家能比较能 印象深刻 也能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 这里面讲说 方便无辱净土门 基本上我前面不是有谈到吗 我比较会多方面思考 我也不会随便地去 火定任何法门 因为我相信 我都知道这是火说的 但为什么这句话我也接受 方便侮辱净土门 因为对我们 对我们这一起的 说婆世界的人 其实 因缘的确不大具处 所以 以我们现在这种条件 这样的因缘 这个净土门门 其实是最适合的 好 最适合 因为 其实 我讲说 这么方便 我们也不一定修得来 更深细的 我最近常在讲 讲一个道理就是 现在这时代要印证一个人 有没有修行 好像不容易 很多人会吹嘘 他证的什么 他怎么样 但我没证据 对不对 我相信有 我相信南传 北传 汉传 藏传 应该有修行 有成就的人 但很难去证明 他讲 我也不敢火定 但我必须存疑 因为我看不到 那是他说的 但比较能印证的是什么 净土法门 因为他预知实质 是吧 现在其他的修行 到底有没有功夫 很难检验 但净土法门 预知实质 到现在都还有 是吧 换句话就是说 以我们现在 我们如果没有具足 很深的智慧 我们其实很难去信受一个 他说他修得很好 可是我真的没证据 不是我要怀疑 是因为我真的 需要再多的证据 再多的证据 但没有 所以有时候我碰到 一次前碰到有些 像有些人来骗钱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 感觉比较清楚 他说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 你容许我怀疑你 因为这个例子 我碰很多 但我又不敢说你是 我说你是 我对你不礼貌 可能毁谤到你 但说实在 请你也原谅我 因为这个例子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我在奖金 有时候到场 他们会过来 说我刚被关 要回到绿岛 现在没有钱 请你给我钱 我要回绿岛 报到被关 他意思就是说 同时很可怜 但也是我是流氓 就跟我这样 我说这样 我也不敢怀疑你 就马上说你是骗的 但因为其实 我也跟你实话实说 我们到场来 这样的人很多 但你可能是真的 所以我就讲说 只要你能证明你真的 眼前你看到的钱 我全部给你 他说怎么样 我没有 我说没有 那你随便给我 我说要就全部给你 要一毛都不给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是 我今天 容许我有怀疑 因为怀疑我是合理的 所以我的怀疑 可能对你不恭敬 但我的怀疑 你应该设身处地 我的怀疑是合理的 同样的 我就实话实说 容许我对你怀疑 可是我又不敢 一下肯定 所以容许我怀疑 只要你能证明 你的身份 我全部请给你 我说到做到 不然一毛钱 我都不给 同样的我们在修行 其实我们合理的怀疑 是可以的 我不敢一下毁谤 火定 但我必须要 给我一个信心 但很多 你修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在净土法门里面 依然到现在 还有人 欲知识之 也就是说 比较能让我们 有信心 觉得修行 有把握的 有成就的 在净土法门 现在还有 其他的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没机会遇到 我不敢说没有 但我很少听到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说 在这个时代里面 其实念火 以我们的因缘 还是最稳当的 还是最稳当的 那就算你现在散乱的 散乱都有福报 都因为 我不是讲 允许道理 我用散乱心 还是因为 我的心至少 还有活的意念在里头 随着我的心越阴重 我所起的善法越大 但我就算散乱 至少也有 所以慢慢之中 就会将恶法给分解掉 的确都有福报 所以我要讲说 我们因为越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才会 时时刻刻 一有因缘 都乐意念火 因为功不堂尖 即便我散乱 我也有散乱功德 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 平常找时间定课 用功 那散乱的时候 虽然散乱 不会放纵散乱 完全散乱 会在散乱当中 放逸当中 还想偶尔起个念头 因为我知道功不堂尖 是不是 我虽散乱 但当我在意念火的时候 我的散乱 是不是已经开始减少了 虽然我在放逸 但我放逸当中 确实时都有一个佛的意念 一直串在我任何恶六诗中 所以不是完全忘掉 而是我虽然微弱 但这一条不会断的诗 令火的细诗 一直都细在我心中 所以你必须要实实温论 那何况你很阴重 他说在这个 遍临二世中 金牌到处皆返庸 我到时候念到这个时候 就是突然有一个影像出来 就是佛菩萨很慈悲 他忙这里 还好他能分身 像我们没办法分身 我们就只好提着桶子到处跑 而且救这个不能救那一个 救那一个不能救这个 但佛菩萨依他的慈悲 随时因缘 视线 拿持着莲花去接引 只要他有缘 我接接引 就像我们来讲 就是说 我要是个大富长者 我很有钱 只要你们有需要跟我讲 我都乐意给你们 世间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 甚至偶尔我也知道 你贪小便宜 没关系 只要你高兴就好 就算你很想贪小便宜 在骗我的时候 却偷偷起了一个心 这个人怎么那么笨 那么好骗 不过真的很难得 这样就好 他已经起了随喜的心 虽然他也骗得手 因为他本来就很恶的人 所以他骗也恶加恶 但在恶当中 却种下一个得度因缘 怎么有这样傻的人 愿意把他可爱的东西给人 真的不容易 因为虽然他为了要 我为了要让他有这个善根 也让他造恶 会比他 虽没造恶 但也没善根 没善根 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们不要 我经常想的 你不要去管 你不要去想 活菩萨的境界 光我们人稍微心量大 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讯息 看到人家很可怜 看到最近不是举那个 不知道哪个国家 那个现在在沙地阿拉伯 不是在攻击哪个国家 那里面是有好几万小孩子 随时饿死 现在每天都饿死不少人 但因为围攻起来 所以连救济的物资都进不了 就在我们现在 在减肥当时 有人饿死 你就会有一种说 我没姻缘 假如有的话 看你要什么 我能给的我就给 因为我给个一块 就可能救人一命 只是我们虽有 有多余的 但给不了那个缺的人 好 我们现在是 我们平常也迁滩 但当遇到可怜的人 我们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心 何况 因为我们为什么迁滩 因为我们不是很有 要是你很有 你会不会想说 没关系都来拿 是不是 世间人都能有这样的慈爱之心 你就知道霍菩萨 何况他如果能意念 这都是我父我母 诸多因缘 好苦好苦 只怕我做不到 只要我做得到 我都乐意给 是不是用这种想法 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彼佛变连恶事中 金台到处皆返庸 就是不厌疲劳的 不厌疲劳的就一直到处 只要你愿意 我接应你 像我们现在 能不能这样做 接几个 你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 很累 真的很累 对 可是佛菩萨就是为了要接引人 他必须要成就广大功德 但他为了成就这广大功德 他也受尽种种的苦 他也精勤 然后不惜生命的这样修 终于他可以分身千百亿 度好众生 就是看到我们 我们现在 我为什么要谈到这里 其实无尽的众生都很苦 包括鱼池刚强的 但我们能力无 所以我们的心狭隘 所以我们的功德很小 但因为我们其实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乐意往生净土 我往生净土 我是不是可以到各个佛国去供养 那回来换食金行 未来我也可以到他方十方国土 去接引众生 是不是这样 我希望不要再像现在的无力感 看到可怜众生 我无能为力 我希望以后我这种遗憾越来越少 当然你也不能度尽所有 因为这个关系照众生的福报 我希望以后我是个大医王 凡事有病苦的人 被我这样一摸就好 我很喜欢说一个人病苦挣扎不出来 因为你 他说感恩哦 好苦耶 现在不苦了 多好 对不对 这个就先到极乐 你就会了 你只要发愿到极乐世界 你必须要为众生发愿去极乐世界 是不是 反正所有贫穷者 我都要让他满足 所有病苦者 我都要为他解除 所有愚痴者 我要方便为他开示 那不是很正常吗 对不对 其实这很正常 就花这个愿了 我为此而往生净土 那我现在就学修 所以我必须要以更宽广的心 护念我所有人 我必须就现在种那个因 才会得那个果 我必须具有这种菩萨心 才能生到净土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行持我的菩萨界 成就我的往生之良 我从这里面不断地反省 检讨 不断地转化 我希望未来我能到处接繁荣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我现在设想临终 因为那是设想 但其实这里面 我不是一直跟大家反护提 你想你临终 会不会有很多的 挂爱境界会出来 会 但有些叫挂爱 有些不是挂爱 为什么 你心里会有一种想法 我千万不要为了这些琐碎的事耽搁 我接引那么多众生的 这种姻缘 我不能坏掉 我过去很多的父母还在沉沦 我不能光意念此生父母 我要念我生生世世的所有建属 其实他们没机会学佛 难得遇到我这一个当他子孙的人 可以学佛 我不能因为眼前放不下 而让他们失望 是不是这样 这就化菩提心 你千万不要在临终跟我讲那个五四三的 所以不然你们自己讲好录下来 你把那个录音交给那个 以后你要看谁录音 你如果他在那里 你就录给他 兄弟听一下 这是你当初发的愿 所以我讲这种 你要发好愿 我绝不如此 我要如此 我是混蛋一个 你就这样 要讲有力一点 不要讲那个文错 你甚至开口骂三四经都可以 我要是不照这样做 我再混蛋一个 你就这样录下来 这个注念好用得很 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太多都行事 干脆你就录一个骂你的 那我一定会好好用 你光这样骂 旁边都度了 对 对 我每次都是照念的 我发觉有口无心的 无精心欲如是教 绝不隐行再练动 我既然知道 我怎么会在那里纠绊 我这照够笨的 可是讲归讲 你信不信 马上就忘了 我不是之前讲 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讲太多 我说不定我就这样 就是说 我就后面两句 早也念 晚也念 我就跟你讲 如今 就是五不是五经 如今信誉如是教 绝不隐行再练动 你要睡觉前 我再跟你讲 你不能再练动 如今信誉如是教 绝不隐行再练动 我不需要再讲太多 我只要耳提面面一句话就可以了 是不是 有时候听那么多 多到你都不记得 不如我就把 该讲的一段话讲完 就反复就好了 其实很多人修行就这样而已 是我们听太多的 那我当然也不是针对你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因缘的 只是我们现在 该做的责任引尽了 现在才开始 好 为自己做准备了 六十岁了 开始等死了 是不是 净土法门妙莫穷 元收万类入连宫 火车向献持名号 亦得横嘲极乐宗 火车就是第一向献钱 第一向都献钱了 只要你念佛照样遮断 这个问题是 不是临时抱火轿的那种侥幸心理 是那时候有一种彻底悔改之心 彻底 就是说我恍然大悟 不是心存侥幸的那种想法 而是就在最后一刻 突然下定决心 此为过失 我当一心求生净土 我虽然是烦恼很重 但我自觉这次颠倒 我应该一心归命 就最后机会 就车子要开动的时候 已经开动了 你跳上去 你们想象那个火车快跑了 那你就一直走 终于可以上去 你最后一个 那你为什么会跑那么累 因为你一定要上车 你乐意突破 所以你再怎么辛苦 再怎么辛苦 都有这么一个坚持的心 你看 就是你开始连花出来了 其实他就是这样 因为他是有故事的 有些法师念 他后来有看到 连花池当中 好像有谁的名字一样 但我觉得他是个人 修行后来感应的境界 但如何标明 当然不一定 到底写汉字还是英文 老外是不是英文 像不是字的 我的在哪里 有在这里 那是我的名字 当然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那个法师 依他的音言显现相对应的近 但我要讲的不一定是这样 我讲的就是说 当你开始念火的时候 那一份未来感应 莲花化身的音言 是在晕亮中 它会不会有莲花在这边 我不知道 但我宁愿从法理上来讲 种子已经种下去 音源慢慢晕亮 时间到相对应的莲花会接应 有属于你该对应的时间 就像我现在在种六道轮回音 我在种解脱音 但我的 比如说我假设 我种的一个人到天人的音 也不会说我天人的壳在那里等我 因为它不符合缘起 它不符合缘起 而是你的八四田中 那个天人的种子在酝酿 到时候不是另外一个 是你的八四那时候现出天人根深 你那时候会现出跟你相应的 跟你相应的这个莲花 而不是它自信存在那里等着你 我比较会偏这样的解释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念的时候 其实它也开始酝酿 就是音源 可是你给它更强的 它就越茁壮 音源成熟就现出 你如果要念不念 要有没有就是这样 那就一下有一下没有 缓缓缓缓 因为它未曾定义 不是定义吗 它种子现前的开始有了 可是有时候又没了 所以我们应该 时时很倾劳地灌溉它 为什么有时候你说 哎呀你很忙 我注意哦 你很忙一天早上起来 念朝西方念十生 十生就够了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十生够不够 我说问题都不是数字 是因为你念之在之 马上早上起来朝西 阴重念十年 你因为我要每天 所以换句话说 虽然十年而已 但没停 其实意义在这里 那我能不能一口气 念个一万生 那我把它平均十念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 一千天不念 就是说我三年都不念 这样可不可以 我一口气 因为我现在趁我现在有空 我念个一万生 那我三年不念 三年后通知我 我再念个一万生 所以我只要念三次 就有将近十年不用念 那你跟灌溉树一样 一下口气把它倒很多水 那再几个月不要灌溉 那不是 所以修行有时候 虽然忙 那个十念的坚持 它代表你不忘掉它 你每个十念很阴重 而且你的心马上延续过去 接连过去未来 换句话说 虽然功夫很微薄 但至少没断 而这个没断 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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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什么烦恼 生生灭灭 就有偏偏 这个善罢 从来没断 所以它就有能力 对峙你所有烦恼 所以不是十年的意思 重点不是那个十念 重点是你的决定 你那一份决心 那一份因众心 肯确的心 虽然只有十念 但这十念你从没断过 换句话 这个善罚你从来没断过 广学三圣总是全 直辞名号十单传 横杀诸佛 殷勤战 不可轻心看浅然 就是说 其实三圣都是全方便的意思 那直辞名号十单传 其实这个支持名号也是全 它也是方便 但问题是 为什么读上显它 我有很多方便 但这都不错 有时候我们去买东西 对方就希望你买好的一点 贵的怎么样 怎么样 都好 都可以 你只要愿意都可以 但后来你比较熟 他还认识 他说那是我们做生意 其实都不错 但我看你就用这个 为什么 我看就不要问 因为这商业机密 我看你就用这个就好了 有的是好看的 有的是可以 但你用不着 像有时候我们电脑买了那几十万 你干嘛 你就打电动玩具的 用那么好干嘛 对不对 那像我们来讲 电动玩具有时候要电脑好一点 但我们不会打的 我们只是用去握得的 你就简单就好了 你用那么好干嘛 你其他也用不到 你要再用就是查资料 你干嘛用那么好 我最记得 早期那个数位相机 早期 人家刚出来有送我一台 听说那一台就几万块了 其实我造不到十张 因为它大概 它是三十万位数 你知道三十万位数 输出来是什么样子吗 又很小张 大张就模糊掉了 它可以马上洗出来一小张 其实那刚开始竟然很难得了 我们现在的手机是不是小小了 以前那个叫什么金刚 一只很大只的 那个流氓在哪儿呢 那一种 以前那个手机很大只的 可是那时候已经 哪有手机 能带着走的电话 那就算很伟大了 后来就越来越小 像现在就一小只的 我现在还是上网 就一直变 对不对 很多东西就是 一直这样 那么怎么讲到这里来 好 我要讲 其实就会讲说 其实都是方便 但方便它好用 其实用不到 就是说虽然它好 可是实际上很特别 但用不到 虽然它很贵 其实我们后来没用 因为实际上 是很稀奇 就是怎么可以照相就洗出来 可是三十万 现在随便都是千万位数 你说你看知道那个差多少 所以其实好稀奇 因为人家送的 可是我也没怎么用 因为不大能用 是洗出来 可是怎么用 那个相片跟一般外面 在洗的相片差太远了 是不是 贵啊 没用 好 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 好 但你用不到 所以我认为 念个话满是不是也是方便 那为什么特别举它 因为你适合 所以 怎么讲 直辞名号实单传 在这么多法门当中 唯有这个法门 更适合我们修学 好 这个法门为什么那么殊胜 因为它是 恒沙诸佛 殷勤战 不可轻心看前男 所以这个在历来 像我们最近小禅 也有很多居士就怀孕到 有的人认为说 你为什么要往生净土 那这样是不是不尽责任 你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有历史这种看法 其实很多 你应该好好发现 修怎么样 怎么会只有修这个念火 就轻忽地看净土 可是你要知道 这样的净土法门 是多少过去大德 你看 印度两大圣 是不是 于学 中观 大圣系统 两大派 你看 这两派的 是不是都是念佛 也都重视念佛 西天东途 历代祖师 其实很多 也都念佛 为什么他们不火定念佛 因为他们了解佛法 所以你看 我们在 公告栏 不是 迅劳而上是禅宗的 但他也 赞叹念佛 这为什么这样 不是大家好 是道理如此 了解这个道理 不会轻易火定佛法的 更不会去火定 这个在末法 接引众生 极为善巧的念佛 他们真懂佛法的 不会这么说 不会火定的 不要轻心看前来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是有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就是 讲普门品的 就是有一对师兄弟 一个很会 奖金出去 残血 回来 奖金可以添花乱坠 他那个师兄 从来就是在道场 只会送普门品 结果他就 跟他那个师兄讲说 你学我那么久 不是 他不是没有添花 他是很会讲 他就讲说 你出家那么久 你到现在只会送金 他那个师兄 他惭愧惭愧 我真的不会讲金 惭愧惭愧 他被他骂完了以后 那能不能容许 我为你送一部普门品 他说好吧 一送天花乱坠 他讲金的都还没天花乱坠 你必须要用干柄 其他不行 人家是光 把普门品 送出天花乱坠 所以那个师兄 才跟他惭愧 这不是讲不讲 这看得是功夫 你千万不要很会讲 讲到最后一个老太太 师父 我什么都不会 我为你念个阿弥陀佛好不好 我为他一念希望三圣现前 那我只好跟他 对不起 我们诸位老菩萨加油 你们哪时候念到 希望三圣能现前 我请你们吃冰淇淋 这有没有分 这看功夫 真的看功夫 所以我们前面讲六叉 如果从这里讲 大概就是讲六方的意思 因为静归虫 当然这里讲是 古今贤胜静归虫 都是尊重念我法门 但广舍因诗 其辩护 就是讲十方 各佛出广常舌相 然后赞叹念我法门 所以也就是说 这是十方佛同共赞叹 也是所有贤胜都是归阳的 世间万事总成功 维持 慈弥有胜功 我说这个都一直在反复 也跟大家提 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 越来有时候是为了护教 护教有时候我们都会喜欢辩论 但现在有时候不忍心就变 那其实也越来越不想变了 说实在有点就是说 我尽责说了 但你不受用是你的事 其实我不应该那么消极 但我有时候觉得东西 其实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众生 个人的福报 就算这样一个殊胜的法门 也就是说 我不是讲说 我们要是从很多修行经验 我不是举很多法师到晚年是念活的 你以为他们笨 你以为他们没有教理基础 你以为他们没修行 不是 他们很务实 当感受到自己越来越老病的时候 他们也开始用一种很务实的心 看那个法门适合修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说 很多人在修 我们不敢随便诽谤 因为的确都是佛法 但同时从我们的教学经验 所有我们的经验看到 我们就跟他讲 我们又不能说 说了人家会说 你怎么可以诽谤 你怎么说我不行 除非他很相信你 很相信我们的 我们就跟他讲 其实这个法门你修下去 不会成就的 理由在哪里 因为我看不到你的条件 我看不到你的条件 我看不到你的真诚 你的发心 那有些东西就是说 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就论断这样 只是 因为一个修行法门 他要走到那里 他有应该有的条件 但我看不到你的那种 务实的求道心 你该准备有的 一个知见没有 你只是抓着这个壳 看似好看的法门 但其实你的条件都没有 我是一定要让你念火 不是 像有的人 他要修起到法门 我们也很乐意 只是我们会跟他讲 如果你要修这个法门 你还做好哪些准备 就像那个明代士大师 他不是参学吗 那个是廉子大师还是谁 他就参学 他只是跟他讲念佛 因为我只会这个 而且我对这个法门有信心 你要不要参考了 我功夫很差 我别的不会 我就会这一招 我能给你的就是我会的 要不要用就看你了 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 我们又不好随便论断 因为我们又不是神通 说他不行 但其实以我们的教学经验 讲说 其实你这样修下去 没用的 但我们没机会说 也不敢随便说 因为跟他远不深 我们不敢随便说 但我们确实知道 其实以他这样的状况 不可能 除非他求在求 甚至讲说 师傅这样可不可以 说不错 我不是讲说 我们出家久了 都越来越狡猾的 好难得 你这个称愿再来的 法门龙相 好难得 为什么 我怕得罪你 我在这个江湖走久 也狗腿了不是吗 你真的能让我讲真话 我们不就是吃了很多亏才狗腿的吗 就说实在的 也不是狗腿 而是真的看到人的根性 人的福报 人的阴言 还有他跟你的法缘如何 也不强曲 只是有时候就一直等待 看阴言成不成熟 好 闹钟念佛 圣居山 尽乱方之 厌够还 罪业少多 聚福论 心声定路 花间 就是说 你在闹钟念佛 圣居山 为什么 尽乱方之 厌够还 其实这是一个面 不过这里面 是不是隐藏一些大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我讲的 我们当面临苦境的时候 应该是因苦生智慧 因苦长慈悲 因苦能精进 因苦得宴礼 应该是不是这样 所以 我们应该是在这样的乱象 当中知道很苦 但众生念佛 往往是走偏的 就是希望念佛没有苦 其实念佛带出了绝 因苦更加因众念佛 就这句话 不是吗 其实我的讲法 这个你看都会 还好啦 就是我们没有 我一直讲说 希望我临终无病苦 可以发愿 但不能贪求 因为临终无病苦 如果你一直把它当作目标的话 这叫爱 贪爱 这叫生见 懂吗 那是一个发愿可以 但到 所以我在这里 还在跟大家提醒 因为很多念佛 走到最后 都是倒过来的 他们因为病苦而生疑 应该是在病苦里面 生厌离 因为从病苦生厌离 因厌离一心归命 因一心归命 所以无病苦 这中间有一环掉了 就会出问题 是因为我从一次间 这样的苦当中 我深深厌离 我愿意接受这个果报 我乐意接受这个果报 为什么 这是我过去造的 所以我因为看到这个苦 所以我更加毫不再留恋的 一心归命 我更因为看到这个苦 我苦 众生苦 大家都苦 我希望赶快来度众生 所以我愿意因苦求生进土 是不是 因苦生智慧 果真业报 如此因果丝毫不爽 苦所以我应该生慈悲 我苦众生苦 因苦我不要再留恋 所以我精进 因苦我才能放得下得愿离 这是我自己 自己想 但我觉得 我觉得 很重要 所以因为苦 所以我更加积极 因为我全然放下 不惜生命念佛 所以我反而容易什么 感应亲近 而生无病苦 但你现在我跟你讲完了 你说 好 那我全部放下 那应该会生无病苦 你看又跑回来了 人很狡猾的 我这个也看多了 所以我跟你讲这样的原理 但你要真的用 你不要又偷偷绕一圈 结果又跑来贪爱 必须要有很大的决心 对佛法要了解 其实这个不容易 现在就要练习 又到了 所以 现在倒数了 我们看看自己能不能 稍微死心一点 闽南话有一个 快乐的出旁 我们知道 有没有闽南歌曲 快乐的出旁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歌 有 出旁就是出帆 就是开始出去 就是快乐的坐船 渔船出去那个 你的意思 因为我现在不要解释 我们这是国际的 但其实我要讲说 我们应该是 快乐的念佛人 对不对 一结束 Let's go 念佛 多快乐 好欢喜 走吧 派好队 往西方走 对不对 要上车赶快 最后广播 赶快上去 上去我们就 健康 开始 往西方走 请和长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我们要过来 还是要过来